政治话题传出陆方邀请立法院长王金平登陆 对此王金平在今天表示 在台湾内部没有共识的情况之下 他不会前往中国大陆 王金平目前是国民党内总统热门的人选 陆方的接触也引起讨论 是不是要铺陈王席会 立法院长王金平证实 将来都有陆方人士邀请他到中国大陆 不过王金平重申 台湾内部一天没有共识 他就不会前往中国 邀请我其实是 只要大陆人士 要喷口面的都会邀请 要访问大陆要四个要件 第一个就是国家需要 第二人民同意 就是人民能够接受 第三就是我们立法院有所决议 第四就是要对等尊严 陆方接触王金平 立委认为是预料当中的事 尤其台湾政坛有利人士 将来都是中共企图拉拢对象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日前也传出登陆话题 本来大陆对我们的那个融络统战 从来没有停止过了 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 中国大陆大概知道说 现在接下来是这个 王金平跟朱立伦的这个时代到了 所以说不需要再去理会 这个将来根本就不可行的 所谓的马席会 反而是有可能这个铺成新的王席会吧 国民党王朱时代来临 牵动台湾政坛 中共相关附件工作也有机可循 新唐人演的电视程会 有魔柳自营 台湾台北报道